好 另一方面來關心一下是在臺北市有一對祖孫 那開開心心騎著腳踏車在外面 這行進了捷運行天宮附近的時候呢 大樓磁磚掉下來了 是一片磁磚雨 這個小孫子因此受傷 趕快送醫急救 家長當然是起扎 單車男童停人行道回頭等阿嬤跟上 突然天降磁磚 不偏不倚急中男童 他立刻下車躲到旁邊 還走得動但腳很痛 急救人員到場確認男童意識清楚 右大腿有瘀青挫傷 大大小小磁磚砸落在地 碎成二十幾片 差點成了奪命凶器 六號下午將近兩點鐘 台北市松江路和景州街口 這棟屋林五十四年的上半大樓 無預警掉落磁磚 事發前沒有防墜網 事發之後才拉上封鎖線 男童受醫救治 沒有生命危險 他的父親得知後 希望先跟大樓逐位調解看看 先不提告 記者綜合報導